感冒了就吃消炎药 维生素C 姜茶能治感冒 今天就告诉你答案 冬季最容易得的病就是感冒了 很多人对于感冒都有自己的治疗诀窍 有人一感冒就吃 有人会自己去药店买 有人喜欢服用大剂量的 也有人喜欢吃一堆 但是 这些治疗感冒的经验科学吗 今天就来揭秘一下 我们常说的感冒 一般指普通感冒 多数是由鼻病毒 副鼻病毒感染导致的 主要的临床症状表现在鼻咽部 出现鼻塞 咽干咽痛 咳嗽嗨痰等 一般没有全身性的高热和肌肉酸痛 而普通感冒全年皆可发病 而且一年内可多次发病 流感则是有6等病毒引起的 好发于冬春季 传染性强 流感病程通常7天左右 首先要说明 无论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 绝大多数是由病毒引起的感染 都是自现病程 也就是说 但是 也不能小看这个小小的感冒 所以 感冒的治疗还是要重视 当然方法要科学 即使是病毒心肌炎 也是在药物辅助治疗和医生监护下 让年轻人卧床休息度过危险期 当然 有些患者本身存在慢性鼻痘炎 一旦感冒了很容易造成鼻痘连犯病 或者一旦感冒容易发生扁桃体感染 化农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 在感冒期间是可以应用细菌敏感的抗击药物的 当然 也有人推荐喝各种的姜茶治疗感冒 适量多喝水 不管是饮料还是茶 频繁去厕所 促进体内代谢毒素的排除 可以减轻感冒症状 有利于机体恢复